歡迎霍正希 孫淑妹 李羅 還有林劍環 好的 今天李羅大哥的衣服穿得有點貼身 是不是想要秀身材到 沒有 不是說之前要成為海豹男嗎 因為這裡有一段故事 就是上次在開慶祭的會的時候 有跟小姨打鼓 劉小姨 又被Cue 有跟這位壯士打鼓 我們就說好了 反正在今年的十二月二十五 就是聖誕節以前 他要瘦到五十四公斤 那我一定要練成像彭于燕那樣 那大家都知道 我李羅是個言出B型人 就像我戒嚴一樣 不說戒我臭了二十七年 丟下去就是戒嚴 所以說到年底的時候 就請大家期待 五十歲的彭于燕要提醒 哦 也像這個海豹 有五十四公斤的劉小姨 嘿嘿嘿嘿 另外是魏傑呢 但是一樣 跟其他三位的男性 都是有孤有孝 那魏傑呢 你和大哥對戲的時候 會有什麼 你自己覺得笑場嗎 會 很會 很容易就笑場 印象比較深刻的是什麼時候 印象 幾乎每一場耶 因為魏傑都會想一些 結合時事 然後很有趣的點 對 我雖然沒有培養我自己的搞笑功能 不過 我覺得我自己笑 練到腹肌都有了 這麼誇張 就是那天在北風家 然後我們就拍一場戲 拍到後面的時候是 真的笑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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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出來了 結果很自然 然後你就後面 也不開完了 第一次到 對我笑面這樣也不開完了 那他會給臨時出考慮嗎 比如說自己加一些 搞笑的東西 要看外面散 如果是旁邊的話 無法夾 因為我們要跟 團隊的導播講好 他需要聽個鏡頭 每一個要很精準 所以如果他臨時 做一些更動的話 可能會更不到 所以無法 我們都會視訊跟導播 但很想 他應該很想 好 再來我們的正希哥 好 我們在戲劇中 是一位苦情的 巴寶 剛剛瑞的時候 他對於巴寶這個詞 非常有意見 其實我現在還 一直沈浸在剛剛那個片段裡面 其實我覺得 很謝謝製作人跟導演 把這角色留給我 其實我覺得 對這個角色的詮釋 其實是 一半一半加油 在努力當中 但是對於美鳳的愛 我始終的不變 那我還是沈浸在剛剛那種 悲情裡面 所以我覺得 真的很好看 很謝謝製作人 願意給我這個角色 那在裡面 我大部分都演 說幾種悲情的角色 那還有一個就是巴寶 我覺得 吳家山這個美女 看起來就是 巴虎 巴巴的人 其實這個角色蠻適合她的 所以她在家裡面 哈哈哈哈 她會 什麼事都要聽她的 但是 我這個人本身 其實平常就是很自由自在 所以要我演這個角色 我當然要 需要把自己內收一點 就是比較 比較 自由自在 我沒有任何居住的人 那演這個角色必須要 沒有 看到她 我就在她淫威之下 自然就會說一下 淫威 哈哈哈哈 好 再來建歡哥呢 飾演 有錢 高顏值 又溫柔的鐵業家 那你現實生活中 想要追努神的話 也是用溫柔公式 在現實中呢 其實我 無言 講話也是有那個 溫柔的樣子 沒有錢 所以呢 在這戲裡面 其實我滿開心的 就是能夠演到 這樣的一個角色 然後呢 出門呢 就是Benz 然後呢 順鼠妹呢 當我的詩集 那我跟 霍正琪一樣 我還是沈浸在 剛剛的那個片段裡面 我覺得 真的這戲很好看 尤其 其實你一直在幫我們咯 謝謝不好意思 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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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個月 大家的辛苦 真的是值得的 而且 這戲真的 非常非常棒 我剛剛 其實那個 配樂一出來 畫面一剪 然後孫叔妹一哭 我都好想哭 對對 我還特別 特別謝謝 特別謝謝鼠妹 她這個燈爛 就是太催淚 她自己寫的 很棒 真的很棒 真的很棒 太催淚 太催淚 非常感謝 今天是兩位男士 來參加我們的婚禮 謝謝 太誇張了 真的都好搶得起來 好 說到這個感情的潮道 我們今天在現場 有一個蠻小的儀式 我們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三塊男士 要搶這位牡丹花 我們也準備了一個捕花 來看看到底誰 可以抱著我這股股蛋 漂亮漂亮漂亮 好的 壓力到了 壓力到了 好 一般來講婚禮上面 應該是女生在衝紅花吧 牆子要衝